《以爱为营》这部剧真是微波鲜火 白鹿和王河蒂的搭档 让无数人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剧方也是很懂 逢年过节都会放出来物料 急急禅 只不过这俩人 要他们正经是真的很难 视频再多一秒 两人就都要憋不住笑了 别人家的CP营业都是好甜蜜 好浪漫 轮到他俩营业 不是好笑就还是好笑 别人家的CP都是交流感情 轮到他俩就是相互交流病情 估计这两人在片场 一天能笑八百遍吧 王河蒂公主抱白鹿下车 上一秒的还在好浪漫 下一秒王河蒂失误 没有关上车门 仿佛隔着屏幕都能听到白鹿的笑声 因为两人在户外拍戏 穿的也不多 这两人都被动得瑟瑟发抖 看他之后 他俩就对着空气打一套群体拳 救命我是真的会笑 这两人私底下真的是幼稚园的小朋友吧 王河蒂在去片场的路上 白鹿已经提前到了 于是他看到王河蒂之后 就模仿粉丝跟王河蒂打招呼 还有在今年除夕的时候 一爱为迎 剧组团建 王河蒂上台很幸运的抽中了大奖 于是就一直跟身旁的白鹿炫耀 甚至还出现了繁族现象 白鹿 大过年的别逼我揍你 很值得一提的是 就算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中 白鹿的笑声已就传入到每个人的耳朵中 在王河蒂接受采访时 有一个环境是听笑声猜人 但王河蒂听到白鹿的笑声之后 自己也绷不住了 白鹿啊 你直接把这个视频给我看吧 我好好奇这些笑声是谁的呀 还有一个是猜明星们的童年照 当关键词给到王河蒂时 一秒猜出白鹿 丝毫不带犹豫的 笑得太开心了 因为不好认 他现在也笑成这样吗 对 我认识吗 你认识啊 我认识 啊 这个白鹿啊 但要我说 他俩的笑简直不要太像 在一起参加奔跑吧的时候 两人分在同一组 在看到别人玩游戏出丑时 他们两个的同框笑 简直让人笑发财了 王河蒂的上牙 白鹿的下牙 你俩属实是开心超人了 同时王河蒂也非常期待 撕名牌的环节 于是白鹿就很大气的 先让王河蒂感受了一下 撕名牌的快感 这两人的合作 让很多网友都十分期待 毕竟这两人都算得上是喜剧人 从路透就能看出来 两人平时玩的有多开心 更不要说等剧播之后 官方放出来更多的花絮了 还有很多网友说 不要再出花絮了 不然证据播出之后 大家都会跳戏 比如大家看两人之间 比较虐的时候 那脑子里总会蹦出来 俩牙花子 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